我覺得 Jeff找我的東西一定不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他一問我的時候我就直接答應 就直接答應 另外我覺得 感想就我覺得電影的主題曲非常好聽 然後不知道是誰唱的 現在是個神秘人物來著是嗎 神秘人物對不對 OKOK 所以感想只有電影主題曲很好聽嗎 感想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喔 看一下我們這位小姐 你好煩喔 感想就很開心啊 就是可以跟Jeff 然後奧犬 還有Rob一起 最重要是也是Jeff導演 因為我也跟他拍過好多次廣告 所以其實整個都非常有默契 而且不會是陌生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有時候拍戲就是 在現場你會有磨合期 可是其實這部戲拍攝起來 完全沒有磨合期 就直接就進來了 非常進入狀況的一個劇組對不對 對 變成了 我覺得就是變成一個被需要的 然後 你就是那一個人的超人 你就是那個人的超人 所以就是整部電影要帶給大家的感覺對不對 充滿了能量的走出電影院 那 再來呢 我們今天唯一的女生呢 就是我們的pop you lady的婷瑄 哈囉大家好 是婷瑄 就是其實這是你第一次拍戲 第一次演電影 就當女主角 是什麼感想 其實當下知道的時候很興奮很緊張 就比現在站在這裡還要緊張 而且尤其是第一次就可以跟就是這麼厲害的演員 就是一起演戲 好的而且聽說那個在戲裡面剛剛大家其實有看到遇到啊 就是你有在那個摩托車後面直接抱住陳柏林先生的戲嗎 嗯 所以自己覺得那個粉絲朋友們 要不要跟他們喊話一下 嗯 不要打我 因為其實聽說你拍的時候是不是很緊張 對啊 當下很緊張 可是其實當 很緊張我 因為當下其實是要演酷的戲 所以其實就想要入戲的那個感覺會比緊張還要多這樣 所以有在戲裡面偷偷的暗戀起那個柏林嗎 有啊 當然他那麼帥 沒有很多戲裡面的音調會比較高一點 喔 就比較熱血高好一點 所以因為聽說那個你們看完他的演戲之後 都覺得說他整個人充滿那個戲劇張力是不是 就是根本不用特別要去對戲或什麼魔戲 他自己渾然天成就是怪獸的角色 非常的有這個戲劇的天分 應該是值得期待的一個星星電影 因為Face的頭盔是前後卡進去的 然後因為定裝的時候我可能size沒有良好 就是下巴又多出來一截 然後就是拍第一天打鬥戲的時候 那個整個尺寸是非常不合的 然後每一次你知道人在密閉空間會有一種恐懼感 就是... 你說你被頭盔關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在密閉空間 我都覺得我要死在裡面了 然後就是每次都打的時候我很緊張 然後我也不想要拖延拍攝的時間 於是那天我就忍著耳朵被頭盔夾著這樣 夾了一天這樣打 結果最後我真的不行 我就舉手跟導演說 當然不行耶不行耶 結果我流血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你要忍呢 我說因為我怕巴西大哥會罵我 就是因為他每次來片場都會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看... 跟平常就是有點幽默的個性不一樣就對了 他很認真 他就是...他認真起來耶 對阿 跟我小時候看到那個... 定狗機的不太一樣 那畢竟七千萬那還要認真啊 就不能不認真 所以大家為這個熬犬敬業精神拍拍手好不好 非常地認真 一定要去看 就是在併裝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 拍到後面有點像女生了 然後... 裝太濃嗎 裝太濃 就是他說那個眼線... 欸...不敢敢敢敢敢 然後就是那個... 化妝師就一直夾一直夾 對 我沒有很會模仿他啦 我只是... 小時候非常喜歡他 然後... 這部電影... 我覺得有點實現夢想耶 第一個是... 穿上男人夢想的奧人裝 再來就是見到我的偶像 然後也跟就是... 傳說中跟我住很近的陳柏林 一起拍戲 然後... 呃... 我們終於驗證了之前 都會去買同一家滷味 對 真是有... 證實的 然後他就是... 有拍那些年嘛 然後... 又很巧 這個又是九把刀寫的 然後我就覺得一切真是太有緣分了 所以一切天注定在1月18號呢 變身呢 就會正式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各位粉絲支持啦 要不要支持 123 要